一直這樣扶著才能走路 很不穩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走上去的地方 其實就是所謂的 炸石塊 以及這個鐵石所包圍起來的 一個工程 那麼這工程是什麼呢 這不是什麼景觀 這是堤防 就是個堤防 當地民眾說 只要大雨一來就挫雷彈 用石頭綁鐵網 像這樣做成的堤防 防得了洪水嗎 落落 怕我們在當地穿 放下去水又掛進去 水窗派 再來做這個飲食 飲食窗派 再來做這個飲食 長長的堤防 其中就這一段最突兀 將近100公尺 都是用石頭堆起來 在綁住 因為這段堤防 曾被大水沖破兩次 但是補回去的工法 怎麼會和原來差這麼多 原本的堤防 是鋼筋水泥搭建的 一公尺就要花三萬元 但這補回去的堤防 是石塊加鐵網蓋成的 這叫香型石籠 成本比較低 一米長要花兩萬七 明明是同座堤防 為什麼要使用兩種工法 我們追原因追真相 原來這個地區隸屬三縣市 新竹苗栗和台中 責任根本不清不楚 還有錦鄰的這條錦山溪 流域也很廣 該負責的第二和第三合成局 民眾說 他們也在互踢皮球 最後何順局終於已經被不足為理由 才會蓋了這個臨時堤防 來做盈盈 到現在用香氣使用下去的時候 也沒有壞啊 上演評估好幾次大名的 這次不是第一次啊 何順局說雖然堤防的蓋法不同 但耐用度差不多 不過這樣的書法 核提邊上百戶的居民聽不下去 大水擋不住出人命 有誰陪得起 借吳清俊嚴禁於SNG小組苗栗報導